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31号星期六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双循环战略能否反制美国的脱钩 这个题目呢其实是我从我们开始 关于十四五的话题开始,我就在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实际上所谓的双循环 归根结底还是内循环,只不过 在现在来看,内循环这个提法并没有变成他们的一个经济战略 但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在应对外部环境的 挑战的时候,他采取了一个这样的战略,就是刺激内需 通过刺激内需形成一个内部的循环 那么让内部循环变得更强更大更主导性 来抵御 核心的外部挑战是什么 美国的脱钩战略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是 总的来说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但是它到底怎么发生 我也在,在我脑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正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个 话题的原因,本来今天我们要讲一个 稍微轻一点的话题,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 下周大事展望 但是 但是我们这个话,因为我手上有两个讲话,所以我就想还是把这个 话题讲一讲 那么一个讲话是谁呢?一个讲话是原来的这个重庆市长 黄祈凡 黄祈凡有个讲话 就讲到 这个双循环战略和美国的脱钩 的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讲话是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的讲话讲到什么呢 他是讲了一个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若干重大问题 当然这是在 这是求是杂志 10月30号发表 发表 但其实呢,这就是化妆术,其实这个讲这个若干问题其实是 20 今年的4月10号 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 第7次会议上的一个讲话 重新包装一下 当作是若干重大问题的一个战略性的发言 这个发言 就是内循环的开始 就是 所谓内循环是发端于这段讲话 这次讲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我们从这两个讲话 来看 看什么呢?看还有一个,我手上还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 叫什么 国家发改委 和14个部门 14个部门一起出了一个东西 13个部门 出了一个叫近期扩大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 这个方案呢,就是其实是在呼应 呼应这个 双循环,也就是内循环 的一个战略 这个 所以基本上我们把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看,你可以看到 第一,他们是怎么去应对的 第二个,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 所谓的双循环战略能不能反制 能不能反制这个美国的脱钩 那 今天可能会时间长一点啊,长一点 先讲,先讲黄其帆的讲话 黄其帆是一个,黄其帆是个工人出身 但是呢,他很厉害,做了工农兵学员 然后在上海,在上海做到经委主任 这是能在上海做到经委主任的这个 这个岗位,是蛮厉害的工人出身,工农兵学员 他原来是跟着谁呢,跟着吴邦国 后来去了重庆 重庆后来在 在薄熙来的手下 当市长 所以他 也不是浪得虚名 在中国的官员当中,这是一个会算账的市长 但是他不懂经济,其实 他对经济和金融基本上是门外汉 但是他会算账 他其实是浙江人,浙江我印象中是绍兴 就是师爷,出师爷的地方 他会算账 他脑子好使 所以他虽然不懂经济,但是他很多东西,他扒拉来扒拉去 能扒拉出一个 扒拉出一个观点来 这在中国官员里面是有点特点 然后他会总结 在中国当官一定要会总结 有总结能力 就能够 提出一些 别人提出不了的观点 所以 黄岐帆这个他是这么说,他说 在当前疫情的大背景下 在美国对中国气势汹汹的脱钩背景下 相当于面对一个国家级的危机 包括内循环,双循环在内的战略 都体现了中国的反制能力 这个 这话讲得很时髦 他这么说,他说我相信10年之后中国的GDP总量 会成为世界第一 二三十年以后 亚洲的GDP总量 会从现在的占世界GDP的40% 增长到50% 欧洲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占50% 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作用 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基本的判断,然后他就 讲了一些他的观察,包括 中美脱钩是美国对中国的严重的极端的甩锅 美国通过这个 他说目前美国已经开始采取一些 局部脱钩行动 但还没上升到国家行为的操作措施 尽管在脱钩方面,美国政府还没有宣布正式的方案 但 冰面下的漩涡形势 依然非常严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判断是对的 这个判断是对的 然后他说美国有三大特征啊 经济的特征是智障啊,这个社会特征是民粹主义啊,政治的特征是 这个政客甩锅啊,甩锅给中国啊 等等 然后他再总结,所以 中国的官员总结能力要很强 这就是黄奇帆的总结还是可以到位的啊 然后关于中美脱钩有十大类型 这个 贸易脱钩,资本脱钩,金融脱钩,技术脱钩,投资脱钩 互联网脱钩,教育脱钩 Swift网络脱钩,外汇市场脱钩 长臂管辖 他把那个 他把脱钩呢,有五个是金融,金融类的脱钩 五个非金融类的脱钩 这个很不错,我觉得黄奇帆还是 就是 他还是可以的,他有很多,比现在的很多官员要强很多 然后呢他说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 金融,是全世界金融最强大的帝国 以前用金融手段对付过韩国和东南亚各国 这给这些国家造成了激烈的冲击和严重的损伤 他举的是什么呢,举的是8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 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那当然 他说是美国的好像不大公平吧 他说中国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三个原因 这三个原因其实他也都说对了 第一,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全面打开 冲击很难冲击,第2个 中国的金融开放度 不是很大 这是第2个,第3个 就是 中国的金融企业没有 没有到世界上去做 很多的放在全球市场,金融市场 没有很大的份额 所以海外的长臂管辖打击影响力很小 所以他就这么分析,他说 中国的金融系统整体受冲击不会很大 反过来讲 只会让美国这些金融企业由于脱钩丧失中国的市场 所以华尔街的金融老板 不会听政府的话 他这个话还说明他不了解美国 不了解美国 所以他说,对中美而言 非金融类的脱钩 是杀敌1000,自损800 脱钩会对中国产生严重的冲击 也会对美国产生严重的伤害 最终 即使有局部的脱钩现象 也不可能出现中美两个国家贸易关系的全面脱钩 他这个话跟昨天 我想想 是前天 昨天 昨天这个中共中央开的一个记者会里面 提到的观点是一致的 就是中国还是认为 中美之间全面脱钩的可能性不存在 因为双方有很强烈的需求 他们还是有一点,他们还是觉得 就是我们以前高中 政治经济学里面讲的,就是资本主义的政府 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所以呢 资本主义政府一定会听资本家的,这是一个逻辑 我们以前读的课本里面给的这个观念就是这个观念 美国的 政府,美国的总统 他最终其实 要去 服从于美国的垄断资本 或者垄断寡头的这种 指挥棒 所以他 华尔街是不会听白宫的 他们不知道一个美国这个国家运行的规则是什么 所以他会 就是包括中国政府的判断 包括这个 黄契凡他们讲的这些 基本上是反映了这种观念 然后他就举了个例子,他举一个什么例子呢,他说以 投资脱钩为例 美国有1万多家企业在中国投资 总投资5000多亿美元 2019年形成了7000亿美元的销售额 有500亿美元的利润 资本回报率是10% 销售率达到7% 如果脱钩,那么对中国来说5万亿人民币产值没有了 那么与之配套的3万亿产值也没有 8万亿人民币的产值就没有了 丢掉8万亿的销售值 涉及到400万人的 就业损失 对各个省市的税收GDP冲击很大,不可挽回 这是第1个,但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对美国整体经济没有很大冲击 但对美国1万多家中国企业来说意味着 丢掉了中国7000多亿美元 规模的市场 这1万多家美国企业在美国、欧洲、亚洲 不可能再恢复这7000多亿美元的市场空间 他们丢掉的这7000多亿美元市场 只会被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企业覆盖 这对企业是一个重大损失,这是个观点 杀滴1000自损800,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中间还有一些我就不念了 他就讲 中国现在实行 以内循环为主 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战略 对中国有五大好处 第1个 就是GDP转化率更高 他发明那个GDP转化率 什么叫GDP转化率呢,他就比如说 外循环1万亿的GDP呢 转化率只有10%,因为我们收的是加工费 他的意思就是出口 我们只收了 加工费 内循环1万亿的工业产值可以转化率30%以上 因为我们如果做内销的话,我们可以收到增值税 反正就 这个有更多的 这个流通环节能够挣到很多钱,他转化率30% 这个完全没有经济概念 这是第1个,第2个就是国民经济更安全 这是第2个,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第3个呢,能够激发科研和创新活力,这个不靠谱 第4个 内循环情况下东西差距 城墙差距会相对均衡 昨天有一个记者来问我,问我就是一个议题 就关于这个地区差距 地区差距怎么 怎么办 怎么办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办法解决地区差距的问题 基本上地区差距的问题是要制度性的解决 或者说要政治解决才行 为什么 因为在中国,政治地位决定了他的经济地位 为什么 当他有更强的政治地位的时候 他就拿到更多的经济资源 比如说政策啦 比如说资金啦,比如说项目啦 他拿到更多的资源的时候呢,他就会形成更强大的经济地位 或者经济上的竞争力 然后最终又会促进他在政治上的地位 所以呢 政治地位,其实你看中国的经济版图 跟什么有关系 跟权力有关系 权力越大,他的经济地位就越高,为什么,因为他拿到更多的资源,你比如说在北京 北京 北京其实你要跟 北京,如果你想经济发展的这个条件 他从各个层面来说,他都没有,无法跟南方城市比 但是 北京仍然是非常核心的 经济中心,为什么 他有经济地位 不行我就把项目放在这里 所以这就有很多 所以 地区差异,地区差异能不能消解,以现有的政治局势来看 以现有的政治结构来看 无法解决 只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选票 你想一下 如果 如果是民主政治 河南会得到更多的政治资源,为什么 选总统的时候,那个总统一定会跑到河南去 你们这里的选票多,我一定会给你政策倾斜 给你更多的项目,更多的资金 那 地区差异就会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但是也解决不了 不能根本性解决 但是能够弥补 但是当你没有选票的时候 大家都是丛林法则 政治上丛林法则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来弥补 而地区差异就会因为政治权力的 不断的扩大距离 而变得越来越大 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 他说这个呢,说内循环情况下 东西差距 城乡差距会相对均衡 这完全是胡扯 第五 动外开放会更加有吸引力,这也是胡扯 基本上 大体上就是这样啊,就是说 黄岐帆这个讲话呢,总结可以 结论 不靠谱 这是一个 那 这是一个黄岐帆的讲话 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就是 习近平的讲话 他其实是4月10号,在中央财经委第7次会议上的讲话 他这么说,他说 这个 你讲4月份,大家就可以理解他这番讲话的 内容啊,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多次主持召开会议 做出大量批示 指示批示 推动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你说你见过有人这么说自己的吗 很搞笑啊 很搞笑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他被人 被党内的人 批评 指责 就是说 质疑吧,至少是 就是说你怎么 你总书记 这件事情没有责任吗,你看他就,同时我也结合疫情防控 对涉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进行了思考 这个思考很重要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变局,小变局大变局 这次疫情也是百年不遇,即使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同时我们要举一反三,进行更长远性的思考 完善战略布局 做到化危危机,实现高质量发展 下面我着重从发展战略谈几个问题 他总共谈了六个问题 第1个问题 坚定实施 内需,扩大内需战略 第2,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3,完善城市化战略 4,优化科技投入和产出结构 5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第5就是误虚的,有时有虚,有远有近 有具体问题,比如说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就是针对疫情的 然后 什么扩大优化科技投入 这是针对中美之间科技脱钩的问题 然后城市化战略,城市化战略是过去20年 中国经济 增长的一个主要的战略 优化产业链,稳定产业链,那当然是针对 由于疫情,由于中美贸易战 产生的产业链外移的问题 但是第1条 上来讲的是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其实 整个扩大内需的战略,其实是 和内循环是有关系的 我就讲一下 其他的6点我都不讲,我只讲一点 就是习近平的讲话,习近平讲话讲 他说 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加入了国际大循环 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 形成了世界工厂发展模式 然后就是,这讲的是 之前 那么现在疫情 加剧了 逆全球化的趋势 各国内固倾向,有内固倾向,明显上升,我国发展 面临外部环境 可能出现重大 变化 然后他就说 他说我们是个大国 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 我们有14亿人口 然后就是有全世界最大,最具权力的消费市场 然后他就讲了一堆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然后中等收入人群是消费的基础 中国有4亿中等收入人群 绝对规模世界最大 然后就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作为主要政策目标 然后就刺激消费 大体上是一个这么个说法 那么 第1个 我想讲一下 就是针对黄岐帆和习近平的这两个讲话 我们可以讲三点 这三点,第1点 我们通过这三点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的这个内循环也好 刺激内需也好,或者是双循环也好 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反制美国的脱钩战略 第1 消费的本质是什么 消费的本质其实就是 消费本质就是我们掏钱去买东西 就是消费的本质 这里面涉及几个要素 第1个要素 我兜里的钱哪里来的 就是我的 我的消费能力 是有什么决定 我的消费能力有两样东西决定 第1 我的政治地位决定 第2 我的经济能力决定 政治地位我改变不了 经济能力我能改变,我能决定一半 为什么 因为每个国家,我经常讲啊,一个国家的国民的消费能力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两件事 第1个,这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这是第1件事 第2件事 这个国家的国民在整个的 国民经济运行当中,他分配的 分配的资源 他分配的越多 他的收入越好 他分配的越少 他收入越少 他的政治地位取决于什么 他的政治地位取决于 他在国民经济中 拿到的份额的多少 那么中国的老百姓拿的多还是少 中国老百姓基本是拿着世界上最少的份额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政治地位 完全没有,一群奴才 一群奴隶不能叫奴才 奴才是进城 奴隶 才是在外面干活拿不到钱的人 所以其实大家了解消费的本质是什么 消费的本质其实是 这个消费主体 他政治地位的一个货币表现形式 就是 他最终其实反映的是他的政治地位 而不是他的经济能力 经济能力只是个体差异 因为如果你把个体差异抹掉的话 经济能力本身不重要 你从整体来看,经济能力不重要,因为他只是个体差异而已 真正反映消费能力的是什么 真正反映消费能力的是他的 政治地位 这是第1条,就是我们要了解 消费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中国讲来讲去 你看 中国讲消费 从来不讲什么 从来不讲你去买衣服 从来不讲你去买牛奶 从来不讲你去买猪肉 不讲这些 只讲什么 买房子买汽车 为什么 当然房子这些大宗消费一口气搞定,这个好这个 这个从政策上来讲 有这个 叫什么这 刚举木章的效果,但是 真正决定经济繁不繁荣 经济是不是有活力 其实是决定于什么,你去买衣服 买的多还是少 你去买牛奶 你去买这奢侈品 到底买的多还是买的少 而这些东西是什么决定 就是我刚才讲 其实是政治地位决定 所以 中国一直在刺激消费 从朱镕基时代 刺激内需 刺激内需的本质是刺激消费 刺激消费怎么都刺激不起来,原因是什么 中国人太穷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穷 因为他没有政治地位 他没有政治地位,他就拿不到那么多钱 钱都被别人拿走了,被谁拿走 有权力的人拿走 政府拿走 然后那些人就从政府拿到很多钱 就是这个关系 所以 第一 消费的本质要搞清楚 搞清楚了消费的本质 我们还搞清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基本的市场学的常识 就是体量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经常讲 我们有14亿人口 我们且不说他的这个 这个消费人群的问题,我们只说这14亿人口 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这个话都没有错 所以对企业有吸引力,这个话就不对 为什么 大家知道 对一个企业来说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消费市场很重要,我有足够大的市场 我才会进入这个市场 我才会去做这个生意 如果 小毛三两个我去做什么生意,没那么做,这个是没有错的 这是没有错 但是 真正让这个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去做这件事情的 并不是这个市场规模 而是他的消费能力 什么道理 比如说我有1万块钱的市场,这个市场有1万块钱的市场 销售额 其实我进入这个市场 并不是因为他的10万块钱的销售额 而是 这里面消费的单价是多少 这个单价才决定我是不是去做这个生意,为什么 因为我的产品是有成本的 我的成本是10块钱 市场上消费的单价是15块钱 我就会进入这个市场 但决定这个市场的单价是什么 并不是这个人数 而是什么 而是消费能力 我买得起几块钱的牛奶,比如说这一瓶牛奶 10块钱还是15块钱 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口袋有多少钱 那么如果这个 这个市场上 是15块钱的价格,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消费,这1万块钱的消费人群 他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支撑这15块钱 那么 我就进入这个市场,我去做这个生意 你这1万块钱,如果这1万块钱的市场当中 大家只能消费11块钱的这个牛奶的时候 我就不进入这个市场,为什么 我挣不了钱 但是 中国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情况就是11块钱 大家记住 只要你有10 有一万块钱的市场 里面的市场主体 多还是少,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有没有其他的更高的市场,如果没有其他的更高的市场 所有的市场主体都会跑进来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于是就出现了什么 就中国出现的这个情况 假货流行 就大家都在卖假货 不,因为这个消费能力只是11块钱 其实对于一个牛奶企业来说 15块钱是他的合理利润 正常的消费水平应该是15块钱 但是中国由于大家都没有钱,都是穷人 只能消费得起11块钱 于是就出现了什么 我既然我的成本是10块钱 11块钱我是赔钱的 那我怎么办 我就弄虚作假 这就是中国出现的情况,所以 中国有个巨大的我们讲这个体量的迷思 就是很多人讲我们有巨大的市场,但是你要看一下 很多的外资企业为什么离开中国市场 原因是什么 并不是因为他打不赢中国的企业 不是的 在市场手段当中,在所有正常的市场手段当中,中国企业没办法跟外资企业 为什么 因为别人做生意做了几十年 外国的企业,外资企业做不赢中国的企业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地方做不赢 什么地方 弄虚作假 因为 弄虚作假中国企业最厉害 外资企业不能干,他很多时候他不能干,为什么 他干的话 被发现了 他全球的生意都没办法做 所以他最后决定怎么办 他最后决定我退出 很多人认为外资企业 退出是被,比如说亚马逊,去退出中国市场 那是因为被 被淘宝打败了 不是的 淘宝没有底线 他卖假货他不怕 他完全不觉得有问题 但是亚马逊不同,亚马逊他 他美国市场他不能够,万一这个事情被发现,他美国市场不干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很多的情况,实际上 大家知道 市场规模巨大,其实对企业来说 重要吗?重要那是前提 你必须有足够大的体量 但是真正决定这个企业能不能在这个市场上做下去 不是体量 而是担价 担价有什么决定?由消费能力决定,消费能力有什么决定? 消费能力由你的政治地位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普遍的消费市场都不正常 特别是你去看一下农村市场 农村市场是最能反映本质的 为什么 你去看农村的那种小超市 你能找到五种,小超市,你能找到十种 五种以上的 正品 那你厉害 基本上全是假货 为什么 第一,没有消费能力 没有消费能力,大家要买牌子 所以全是假货 就这个道理 所以他才能够用一个 正常情况无法提供的低价 来供应 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中国 在中国的巨大的,就是我们讲经济体量的迷思 这就是个幻觉 因为你要知道 当你有这么大的经济体量的时候,里面就会有10家 市场主体 当你有这么大的经济体量的时候,里面可能就变成50家 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对企业来说没有区别的 他唯一有区别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群是不是有足够的消费能力 这是第2个 第2个 就是体量的迷思 第3个 市场经济的核心属性是什么 中国经济经常,你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经常出现 说我们又做到了别人100年200年才做到的事情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属性是什么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属性 就是推动经济成长的动力到底来自哪里,美国讲 它的消费 是它的主体 美国内部消费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但是美国消费 到底又是什么呢 你想一下,消费有什么决定 消费其实有口袋里的钱决定 口袋里的钱又是什么决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把前面两点 结合在一起,你会知道 其实 市场经济一定会和什么东西匹配 一定和 民主政治匹配 道理就在这里 如果你不是和民主政治匹配的话 你的市场形态是不正常 就是说 你会变成一个非常畸形的市场形态 因为 第一,老百姓口里没有钱 当你不是民主政治形态的时候 其实你经济体,你这个经济体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产业链当中 你老百姓获得的经济成果或者经济利益 都是出奇的少 那他就没办法推动 推动市场增长 那只能靠谁 拿到更多的资源的是 经济 经济份额的人 那更多的是谁 在中国就政府 政府拿走了大部分的资源 经济资源 那就靠政府 当靠政府的时候,政府是 世界上效率最低的主体 他的钱要么被贪污,要么浪费 他是没有效率的 没有效率对经济有帮助吗?没有帮助 所以中国 如果你要做市场经济 你就要给你的 人民政治权利 他才能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 当他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也就是钱 他才能够去消费 消费才能推动增长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怎么办 你就还有一个办法 你就赚 老外的钱 让他的需求 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如果 他的钱 能够推动你的经济增长 老百姓就算没有钱都没关系 好,问题来了 如果 中国没有老外的钱 没有外部的需求 推动经济增长动力 你怎么去刺激 内需呢 内需是刺激不出来的 内需刺激不出来 那你怎么去用内双循环 去抵抗美国的脱钩,美国脱钩的本质是什么 美国的脱钩的本质 就是两点 第1 我不让你 占到我的市场份额 就是我不让我的市场资源 便宜了你 就是我不让我的需求变成你的 这个 增长动力 这是第1个,第2个 我不给你技术 我要不给你以前获得的那些技术 就这两点本质 那你好,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的结论很清楚 有没有办法把内需刺激出来,没有办法 我跟你讲为什么没有办法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发改委和13个 国务院部委 推出的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就推出了一个 叫 近期 扩 近期扩内需促销费的工作方案 这个方案就很奇怪,我今天一看 有一条大标题就放在习近平讲话的附近 然后打开看 没有内容 都讲有一个方案 分几点,几大点 但是没有具体内容,都是说 促进网上消费啊,这个那这个 都没有具体内容 我一看没有具体内容,肯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肯定那些具体措施 拿不上台面 他只能是哪一些,有些措施拿不上台面,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概括一下,概括就能拔高 就政府公文都是这样的,拿不上台面的东西 而且他说呢,有19条措施 19条措施一听,这就凑出来的,因为为什么 因为实在是很困难 凑出来的 10条以下措施,那你怎么 怎么发文,发不了文,那就10条以上 10条以上很困难 那就努努力变成19条,大概是这样,我一想就是这样,我就使劲去找 最后给我找到了 发改委 发改委的网站 找到了这个文件,而且他把它变成一个附件,放到底下 还有PTS 反正总是不让你看见,但是他必须放出来 还是给我找到 他现在 找到了这19条措施,这19条措施 其中有一条,我讲几个很奇葩的政策 第1个 开展 大家电,大家知道什么叫大家电,冰箱 彩电洗衣机,大家电 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活动 推动超龄大家电,更新换代,这就是他的刺激内需措施 谁负责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督总局按职能分工 这是一个,这很搞笑吧 还有一个 最近不是有人说这个 是不是要打仗啊,为什么我们这里说 要这个家庭 应急箱啊,应急物资清单 是不是准备打仗啊 大家想多了 这里还有一点,第15条 在秋冬季 推出全国家庭 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 引导城市家庭进行家庭救济箱 等医疗物资储备 这是刺激消费 目标是刺激消费,为什么 最近因为什么 最近因为这个出口 这个医疗物资出口又受到阻碍 因为 之前不是全球疫情不是这个没那么严重吗 没那么严重,好了很多 中国最近的这个医疗物资的这个生产 暴涨因为疫情 那出口没那么好,就产生了大量的积压 大量的积压怎么办,就想出这一招 想出这一招呢,就让大家做 做应急物资储备 就把这些库存给消耗掉 大家想一下,这就是政府的思路,中国政府做政策就是这样做政策 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很奇葩 当然 积极支持餐饮恢复发展 有序恢复 酒吧,咖啡店 餐饮店等经营,因地制宜 放宽临时外摆限制 摆地摊了 地摊经济又来了 然后呢就是什么呢,就这个 这里面每个政策后面都有人在拱的 还有一个什么,线上 线上消费啊 还有线上博物馆啊 线上那个体育比赛啊 体育比赛,这里很搞笑,有个叫什么呢 举办全国性智能体育大赛 将智能滑雪,智能足球,智能赛车 智能骑行等多项内容 纳入赛程结合 拓宽5G应用场景 带动健身器材和5G终端产品 快速销售 他的题目叫什么 叫丰富线上 体育智能赛 赛事供给 就这个,搞这些 这后面都有人在拱的 有利益主体的 他会变成什么,大家知道 他做的这些东西呢会变成一项一项的政策 然后可以 拿着这个政策可以拿补贴 政府可以花钱 还有一些什么呢 到后面呢就已经不靠谱了 不靠谱到什么地步啊 刺激消费,你看它变成什么 第17条,落实好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这把它放进去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 不把这个工作列表放出来的原因是 拿不出手 拿不出手 实际上呢 刺激内需也好,刺激消费也好 他根本就刺激不动 他没有钱你刺激啥 什么呢就是 将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实施范围 扩大到一般消费品和工业品 然后促进出口企业的 优质产品在国内市场竞争中 开拓局面 这也叫刺激内需吗 还有 鼓励制造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和信用贷款 加大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支持力度 这就是凑条数了 这叫什么刺激消费 所以你可以看啊,你从发改委这13个部委 出的这个工作叫什么鬼啊,叫工作 工作方案 你可以看出来 第一看出三点,第一你看政府做事 这是国家发改委出的文件 就这水平 就这水平 这第1个,他们工作的内容和工作的方法 多么low 所以我经常讲 外界对中国的实力 一直在高估,你看看这文件你就知道 这是国家发改委 就中国最高的经济管理部门,经济管理部门最高是三个 人民银行 发改委,发改委管投资 财政部管钱袋子,政府的钱袋子 就这水平 然后这第1个,工作能力和工作内容 第2个 他们真的没有着 没有办法 他真的不懂 这第2个 第3个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战略决策 最终落脚点落到哪里 其实就落到这上面 他们只是嘴巴上 把话说得很大 但是真正出手 没有东西的 所谓 很多人以为 国家战略啊什么这些,这个战略那个战略多么重要,其实 最后落下来都是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中国 这是中国的真实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我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大家来看看到底什么鬼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中国用内循环 或者是双循环 或者是刺激内需的方法 来应对 美国的脱钩战略 有用吗 基本上没有用 第1,解决不了问题 第2 他们根本就在误读 误读什么 误读美国的 美国的运作模式,也误读 他们整个市场的运作模式 他们还没搞清楚,其实 中国的主要官员 还是不懂经济 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不懂市场经济 不懂得市场经济的手段 和效果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那我们从下周一 下周一开始就是11月2号 我们有新的 我们的节目的运作机制,那么这个公告我已经贴到社区 请大家去社区看 那么我们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 我们原来有一天有两个专题直播,那我们现在把两个专题直播 调整为一个 那么另外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机动性的 时事或者是 相对短一点的直播,这样的话我们会长短搭配 我工作压力也没那么大 运作起来可能效果会更好 所以请大家留意,好吧,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高见,好吗?谢谢 鸣谢 谢谢,刚刚完成一项手术,平安之余,感谢王老师儒雅之声的陪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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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肚子有料,聊什么话题我们都爱听,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王先生多休息,节目会更精彩,谢谢 谢谢 谢谢 感谢老师,黑房点灯 使人光明,大家记得点赞转发,谢谢 记得点赞转发 观点 习总提出的这个战略,与其说是战略,不如说是一个糊弄国内老百姓的 大内宣 不论说中国国内老百姓的收入,6亿人低于1000元的月收入,9亿人低于2000元的月收入 还有老百姓头上的四座大山 养老医疗教育住房 内循环只是无缘之水,这让我想起当年老毛的超音赶美 和大链钢铁 非常对 非常对,这个网友说的总结得非常的好 就是 所谓的战略只不过是一个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说 他是不是糊弄老百姓的问题 我不觉得他仅仅是糊弄老百姓,我觉得 他自己觉得真的行 就是习近平他真的以为他自己 这种方法是真的行 大家记不记得 他曾经有个讲话叫中国经济已经不是小池塘 我们已经是大海 就是你能宣翻小池塘宣不翻大海,我不知道他怎么宣翻小池塘,小池塘你宣翻一个,我瞧瞧 他真是觉得中国是个大海,中国经济是个大海 大海我自己内循环没问题 他真是这么觉得 提问,沃尔玛跑了,三星关闭中国工厂,这个 这个星期史丹利工具离开中国 他不是离开中国,他是关掉深圳厂 他好像还有其他的厂 好像郑州有个厂 我印象中史丹利 在中国不止一家厂 他不是离开中国,他是把深圳厂关掉 估计日韩美国外资两到三年全部离开 川普上台以后,加税25%到30% 今年广州官场的公司 80万家 现在说有很多广东人跑到越南打工,是因为 日韩企业都跑到越南了 今年公务员是3000比1 公务员考试3000比1 我的主要问题是,以后这样50%的失业率包子还能把这国家玩下去吗 今年很多人都不消费了,我做生意特别有感触 玩不下去也得玩啊 他不就是这样吗 现在的问题是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大家就是王小二过年 日子难过也要过,大概是这样吧 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 情况,我在珠山脚开零售连锁 今年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是极其恶劣 现在中国在疫情可控情况下 生意额也是以前的一半 疫情可控生意不好 归根到底是经济基础差 根本不是中共说的经济向好 这个没有疑问 说这个第3季度经济有增长 那是鬼话 鬼话,就是说 你看跌多少的问题啊 情况实现那循环,只要放权就能实现 让民主掌握更多的人和物的支配权 权力就那么多 就会降低掌权人的支配权,这才是真改革 改革是权力的再分配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改革的本质 就是权力在分配 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 你往上追 就是体制的问题 体制在往上追,就是权力的问题 权力在往上追,就是政治问题 其实本质就是这个 情况加观点 Market Watch的资料,2017年美国自中国进口的金额占总进口的23% 2020年3月降到14% 受惠最多是越南,墨西哥,台湾,瓜分了大部分电子产业的订单 台湾瓜分了大部分电子产业的订单 观点,关于大家电的强制更新,好像 就好像汽车的15年强制报废一样 再往后就强制摊派 强制摊派没有在往后,现在已经发生了 观点,中国的政策永远出在执行层面,执行不利 对于中国人的社会主义教育 导致 若想团结,非得专制不可 然而这种彼此不信任的状态,让事情 总让事与愿违 所以相当 相当认同王先生说过的,不要低估中共的决心,但不要高估中共的能力 我这段话基本上每句话我都不同意 为什么 中国的政策不是在执行层面 不是在执行层面 中国的政策在政策层面就出了问题 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念的那个 那个工作 工作安排 那就是政策 在政策就出了问题 为什么会出这样的政策,因为有这样的体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制 有这样的政治 所以 中国的问题一开始在政策层面已经出了问题 不是在执行层面,执行层面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执行层面问题更多 但是首先出的问题都是政策 这是第1个,第2个 想要团结非得专制不可 这是不对的 专制之下没有团结 专制之下哪有团结 专制都被迫的,被迫服从 不服从什么,不服从淘汰 所以你是被迫的 被迫怎么叫团结,那不叫团结 那叫服从 所以 要想团结 就不能够专制 团结和专制是一件事情的两头 团结是什么 团结是首先有共识 我们凝聚了共识,我们形成了共识 然后我们有共同的vision 我们去 努力合作去做一件事情,这叫团结 团结必须是志愿的 专制怎么有团结 专制只有服从 要么服从,要么不服从 不服从就把你宣翻 要么我被干掉 专制之下是只有这个,所以我基本上每句话我都不同意 情况,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普通百姓的幸福感 农村老人得了绝症,只能等死,没钱就该死吗 这个零福利的国家,OK 观点,中国人口大 中国人口庞大,有两三亿 人消费力可以撑起门面 其余人没有消费能力不重要,如果14亿人都有不错的消费力 中国经济就上天了 不是的 不完全是这样 大家想一下 但是 很多人听过破窗理论吗 听过 就是为什么中国到处都是假货,中国人消费其实是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因为假货实在太多 假货多的原因是什么 假货多的原因就是 大家没有消费能力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政府不作为 那么政府为什么不作为 没法作为 因为我刚才讲过 就说 人口是很多 人口数量很多,但是没有消费能力 可是他又要消费 比如说 你买不起牛奶,其实你是买不起牛奶,你只能吃豆浆了 可是我又要想 吃牛奶 那怎么办 那我就生产一种你买得起的牛奶 让你去买呗 但是牛奶我有成本的 那我就怎么办 我就买假牛奶给你喝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所以你说撑门面 撑不起的 因为 这个假牛奶 不会看你有没有消费能力,或者你有消费能力,你买到的也是假牛奶 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就是这些产品 你说会不会有一个 真牛奶 在市场上 被有消费能力的人买到呢 大家听过 狗不利包子的故事吗 有家狗不利包子店 然后旁边又开了一家,真狗不利包子店 然后 旁边再出了一家 祖传狗不利包子店 所以你实际上在市场上,大家在竞争的时候 没有一个消费者 搞得清楚 哪一盒牛奶里面是真的 没有这种判断 判断能力 结果这个市场上,没有人卖蒸牛奶 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用市场的角度 去看中国经济的现象,其实不复杂 不复杂 观点,一个社会群体 社会里的每个人的权利得到保证 社会里的每个人才能减少压力 减少后顾之忧 自由发挥每个人的能力,魅力,一个社会才会生机勃勃 加上权力透明,权力制衡 社会各界的效率才会健康提高,非常正确 观点,做过产品的都知道,任何市场 中低端消费人群才是主体 任何行业公司如果他只做消费奢侈品 那么唯一的市场就是国外 以本国为主体的奢侈品,除了破产就是消失 中低市场得到利润 高端产品打品牌,所以 你的2亿人有消费能力有什么用,另外12亿人没钱就能把你拖死 非常正确 其实就是这样 观点,中共的经济国策70年来一收就紧,一放就 一开放又怕自由在中产阶级蔓延,所以不断的割韭菜 怕老百姓有钱,房产股市 P2P割了中产的韭菜 近两年又开始新公司合营割资本家韭菜 这个国家完蛋了 情况 中国说刺激内需多年了,但我觉得中国人已经很能消费了 哪有什么刺激攻坚 我老家在北方普通县城 亲戚家里 算当地中产阶级 职业是医生,中学老师 家里有房有车 跟我在巴黎所谓的中产生活没什么区别 我认识的法国人,没人消费奢侈品 而且法国人都知道,买奢侈品的都是中国游客 当然 真的穷人 是看不见的阶层 那些人没有消费能力,自己也没有用 老实讲 我是来到美国才知道 才知道 什么叫消费 什么叫消费 我是来到美国才真正的理解消费是什么概念 怎么说呢 这可以专题讲 专题讲 就说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不存钱 全部花掉 觉得美国人不攒钱,那是个很奇怪的团体,很奇怪的消费行为 我以前也这么看 觉得美国人不存钱,美国人不存钱,这个很奇怪,怎么会不存钱呢,怎么会存不住钱呢 当你有对生活有要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中国人没有消费 中国的中国人 我讲的中国人不是仅仅是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中国人 我讲的是包括在美国的大部分消费的中国人 真的没有消费 他们只是活着 跟消费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以后专题讲这个问题 什么是消费 就是我们讲的是只是维持我们活着的 购买行为 消费到底是什么 消费并不是这样 这是维持我们活着的一个条件 所以 国内很多人讲,我们消费就是买车买房 买车买房,买奢侈品 那叫消费 那不叫消费,那叫活着 什么叫消费,我们以后再说 打卡香港,中国要开始为中共的政策失败而买单,制度不变,老百姓永无安宁 为什么 因为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自由和法治 没有自由法治就没有繁荣和稳定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为什么要抵制共产 主义 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给社会带来所有事情的不确定性 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不确定性存在 资本就会逃离 贫穷就会蔓延 共产主义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生产资料公有 或者是产权公有 产权公有意味着什么 就是产权,你个人的产权 是不被保护的 国家会随时把它拿走 当你有这样的 危机的时候 一定会逃跑 提问,请教王舍,遇到即使身在美国的华人 他们的脑回路始终用一种平民都不能参与政治的思维 都是接受统治的,我该怎么对变 我觉得你不需要跟他对变 让他快乐的活着呗 为什么 因为你说不服他的 大家要理解 如果你生活在美国 你面对这么开放的信息 你的脑回路还跟着以前洗过脑的这个方式的话 你基本上无法改变他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说服他的原因,并不是他没有条件去 明白事情 他是选择不明白 他已经做了选择 当他已经做了选择的时候 你就尊重他的选择就好了 所以不要跟他对变 好吗 情况,近期大选,听其他平台关于大选的评论越来越听越烦 昨天听王生的评论顿悟 就是因为这些人不讲道理,不看事实,就互相攻击,所以根本听不下去 而听王先生的节目总是心态越听越好 没有一点烦躁,谢谢你的辛苦和分享 谢谢,谢谢肯定 观点,市委书记 当一把手的体制永远 出不了懂经济的官员 因为党管一切OK 最后三个不增加了 观点 国民党故宫带出来的文物在民国名下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一国两制还没有实现现实意义 这些文物还是中国的文物 如果台湾 独立建国这批文物应该由台湾继承吗 我有疑虑 因为我作为中国人是不是愿意自己国家的文物流入他国 虽然我愿意他们留在 更安全的台湾,但毕竟我们的政府保护不了他 王先生做个理解 你还真操心 不叫国民党,那叫民国政府 民国政府签台 那么民国政府签台把 故宫里面的文物带到台湾去 这个行为 这个行为跟国民党没关系,这个是 国民政府的问题 这是第1件事 第2件事 台湾如果独立了,这批文物是不是应该 是不是应该归还大陆 我不知道 这里面的 那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就说 如果 如果台湾独立 作为一个假设性的前提的话 那他需要很多 很多其他的前提去匹配 如果其他的前提都不匹配的话 这件事情不会发生 那我们就为什么要去讨论一个 不会发生的问题 所以 我不倾向于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太浪费时间 你说呢 等台湾独立的再说吧 情况 坐标广州,观察了家附近的餐饮店几个月 发现晚餐类餐饮消费的人多了 而烧烤之类的夜消档人不多,另外广州一手楼火爆 主要集中在黄埔跟南沙板块 跟买房的人聊过,表示到处借钱都得上车,因为就怕没价格 就怕没价格继续上涨,我就有点迷糊,为什么 因为现在环境这么差,为什么还要高杠杆买房呢,他们就那么自信工资一直涨吗 这个我觉得理解吧,可以理解吧 为什么 教育啊 过去20年房价涨了20年 20年以上 中国房价涨了20年以上 也就是说20年的时间当中,这些人天天被人轰炸 你没卖房 你以后就麻烦了 你看买了房 挣了钱 教育了20年 所以 所以其实对房地产的迷信 在中国的城市 人群当中是非常普遍 这个不意外,我真不意外 提问,王老师好,你对美国主流媒体如CNN,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 对拜登家族的丑闻几乎不报,或者刻意回避这个现象怎么看 我的认知是媒体的人的责任是对家 对当下构新构特殊和受众有关的实时报道 但是现在这些美国媒体所做的是不是违反了新闻道德 第一 大家在评论一件自己不了解的专业 所以 大家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专业上的一些分析和判断 这就有点像什么 大家不要以为 我也可以做自媒体,所以我就动新闻,不是的 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那么就像医生看病一样 大家会很清楚的,这件事情跟身体有关,跟医疗有关 所以大家会很倾向于 选择听医生的意见 但是一碰到新闻 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都觉得对这件事情有发言权 但事实并非如此 新闻专业也是个非常 非常严格的专业 所以大家不要理为你的看法 符合专业上的 评判,这是第1条 第2条 至于这些媒体是不是违反了道德 等大选以后,我再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冷静 我讲完这番话以后,会有很多人来攻击我 我并不是选择一个更容易的路来走 而是我不想去纠缠 我要做 有价值的事情 我不想纠缠这些事情 我并不害怕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想现在讲 大选以后,我跟大家慢慢讲 好不好 这是 这是第2点 第3点 不要相信自己 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 尤其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好吗 好 最后一个 观点,王老师两道硬菜改为一道也是好事 我自己多点时间恶补一下常识 也期待王老师沉淀一下,推出中国近代史 如果我做一期节目,真的有时间可以准备一下 鸣谢 谢谢 谢谢 王老师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解析 太精彩了,感谢你的分享,祝以后的节目越来越好 谢谢 谢谢 支持王老师的决定,每天至少一期能够满足时效性了 至少减少一期可以让每一期的质量更好 王老师也有时间陪伴夫人小公主和毛弟弟 好,感谢大家的理解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